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VNV卫视 在4月8号星期二 为您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耀义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讨论两个话题 一个是前台湾最大黑帮 逐联邦的老大 号称白狼的张安乐 从中国大陆返回台湾之后 表示反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并且曾经召集2000人 到学运进行的立法院外面 海外的华文媒体报道说 张安乐背后 即使有中国的国台办 以及国安部的支持 张安乐对于台湾学运 以及未来政局 将带来何种的效应呢 同时学运将在星期四 退出立法院 这有什么意义呢 节目当中 我们将邀请嘉宾 为您进行解读 另外三月底 中国在世贸组织的稀土官司 和美国对华双反官司 即反倾销反补贴中 一输一赢 这两项裁定 将对中国的稀土业 及中国出口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而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的热线 也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00-801-148-940 参加节目 提出您的问题和发表意见 您同时还可以在互联网上 观看我们现场的节目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而首先我们先来关注 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的 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纽约时报方面 亲俄罗斯示威者 占据了顿涅斯克市的一栋政府建筑 要求举行脱离乌克兰的全民公投 在这之前几小时 一名乌克兰的官员在克里米亚被杀害 有可能有望降低欧洲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但是会遇到补给和市场问题 接下来是华盛顿有报 头条是美国大学联盟锦标赛 NCAA总决赛 康尼迪克大学以60比54 战胜肯特基大学 夺得了NCAA的总冠军 还有竞选连任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希望奥巴马政府做出有力的决策 以巩固自己关键选批的选票 在今日美国报方面 马航370的搜寻人员加紧行动 用潜艇试图再次寻找 失踪客机的飞行器数据的记录器 美国华盛顿桌奥索镇 3月22号的泥石流灾难 死亡人数上升到33人 接下来关注华尔街日报 头条是俄罗斯警告说 乌克兰当局在东部三个城市 打击亲俄罗斯分裂主义者的行动 可能使得乌克兰陷入分裂 美国国防部与国务卿克里的看法冲突 在洛杉矶时报方面 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 在洛杉矶的一个警察局内开火 一名警察连中七枪 但目前情况稳定 枪手的生命危急 核协议并没有缓解一般 伊朗百姓的经济困境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五大报 今天的头版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其他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 首先先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 俄罗斯警告乌克兰 把安全部队撤离东南部的地区 否则将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俄罗斯外交部兴起了说 军事准备活动的参与者 对和平的乌克兰人民的生命 构成了威胁 并且表示他们的行动 可能会导致内战 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 执行反恐任务的军队 驱离了占领哈尔科夫 是一座政府建筑的亲俄示威者 阿瓦科夫说 70名的抗议者被逮捕 星期天 亲俄示威者 占领了乌克兰的城市哈尔科夫 顿尼斯克以及卢干斯克的一些建筑 他们要求举行 分裂乌克兰的全民公投 也就是上个月 在克里尼亚举行的那种公投 白宫则表示 有证据显示 一些抗议者 并不是讲俄语的当地居民 而是受雇来制造动乱的外地人 美国国务卿克里辛奇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 他敦促俄罗斯公开表态 不赞成分裂分子 以及破坏分子的行动 好的来关注一下马航370客机的最新消息 搜寻人员在南印度洋展开紧急行动 试图再次捕捉 具信来自马航失踪客机飞行数据记录器的信号 自美国海军设备星期天 先后两次捕捉到与失踪客机黑匣子相符的信号之后 再也没有探测到任何的信号 澳大利亚搜寻行动负责人休斯顿 在星期二召开的记者会上说 在没有探测到信号的情况下 有关当局不能派无人航行器到海底进行搜寻 他估计探测水下信号的过程将持续几天 由于黑匣子的电池只能维持信号发射30天左右 有关当局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到星期二 这架马航客机失踪整整一个月 星期二的天气状况良好 14架飞机和14艘船 在澳大利亚城市珀斯西北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继续搜索 接下来关注中国的公民活动 中国两名被控扰乱公共秩序的反腐败活动人士 兴起而在北京出庭受审 丁家喜还有李威是新公民运动的成员 这项行动敦促中国官员公布个人财产 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展开党内的反腐行动 但是把民间的反腐运动视为威胁 介于此案的敏感性 庭审开始的时候警察禁止了一些外国的外交官 还有记者进入法庭 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许志勇 在今年1月被判4年的监禁 丁家喜以及李威也因为涉嫌拒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面临了刑则 刑则最长可达5年 丁家喜的牧师随目请说 丁家喜的律师随目请说 法庭肯定对丁家喜做出有罪的判决 但是他不认为被告犯下任何的罪行 一些新公民运动的支持者 在北京的海淀法原案面声援 丁家喜还有李威的律师预计 庭审大概将持续两天 好的 接下来关注一下以巴和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代表 连续第二天晚上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表示 双方正在努力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琪 星期一晚间发表声明说 美国应以以巴双方的要求 协助推动和谈进场 沙琪说目前双方之间仍存在分歧 但以巴都致力于缩小分歧 美国早些时候曾经表示 星期天的谈判严肃而具有建设性 上星期 以色列没有按预定计划 释放一批巴勒斯坦囚犯 而巴勒斯坦再次要求联合国 承认巴勒斯坦国 此后美国进一步 推动和谈的进程的努力 遇到了阻碍 在以巴和谈陷入僵局之际 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以巴双方表示不满 他说美国将重新评估 其作为斡选者的作用 最后来关注双方的秘书局势 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 谴责武装分子 在双方的秘书被困城市霍姆斯 枪杀一名荷兰的教士 他表示这是一种非人道德暴力行为 75岁的犹太教士鲁格特 生前在双方的秘书局务 尽管当地的激烈战斗 失去了一年多 但是他拒绝离开霍姆斯 潘基文说 在双方的秘书局势日益坚困之际 鲁格斯永远勇敢地 跟双方的秘书人民站在一起 潘基文的发言人说 鲁格特遇害的事件 显示了双方的秘书境内的平民 急需要守着保护 潘基文要求双方的秘书 有关于各方确保所有教派 以及种族都得到保护 目击者说 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 在星期一潜入了鲁格特所在的教堂 将他带到院中 然后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前台湾最大黑帮竹联邦老大 号称白狼的张安乐 及竹联邦将对台湾学运 及未来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您所您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本队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原意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怎么快去看一看 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应该去看他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刻 中华民国政府 拜承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 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曾经是台湾最大黑帮 主人帮的老大 号称白狼的张安乐 1996年被台湾以违反组织 犯罪条例罪名通缉之后 就住在中国大陆 并且取得了中国籍 他在2013年返回台湾之后 转换台湾籍 参与政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活动 并且反对台湾华学运 张安乐在接受中共党报的 环球时报访问时 曾经说过 要在台湾培养红色选民 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也报道说 张安乐背后其实有 中国国财办 还有国安部的支持 张安乐对于台湾的学运 还有未来的政局将产生何种效应 而学生们将在星期四 退出立法院的预场 同时民主黑潮 也已经走出立法院之外 太阳化学运已经激发出 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 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 来为我们解读相关的话题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 课作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韩先生您好 欢迎您 您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 法律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 黄先生通过skype 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 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观众朋友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拨打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拨打00-801-148-940 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 那我们想先请教一下 在台北的这个黄国昌先生 就是请问一下 张安乐这个事情 他本身在台湾 还是一个通习犯这个后船 这个交保室的身份 那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 带领2000人上街 然后参与这样子 政治意味非常大的活动呢 我想大概我要先说明一下 台湾基本上目前已经是一个 相当自由的民主法治国家了 那张安乐先生呢 他因为目前虽然遭受到 检察官的起诉 那因此呢 他现在是以交保后船的方式 在并没有关在牢狱当中 那但是因为他在被判有罪以前 我们还是推定 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面 我们还是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 那因此在他被判有罪以前 我们在目前 在整个台湾的社会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是的 那我再请教就是说 因为他这次到这个立法院外面的时候呢 是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 那也引发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那我们知道其实像是在立法院的一些学生 本身也背负一些刑责罪名 那么但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却说 他只是路过 张安乐只是路过不是集会 所以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 有人在说这是一种 只许这个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作为 是否北市政府有一个 您认为有一个纵容的一个做法呢 事实上就我自己实际上在台北市的街头 就曾经参与过一些和平的集会 有和平的集会友情的场合 那那个时候在警方在对我们取缔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10月8号到总统府前面 去抗议马英九跟江以化他们的毁线乱政 那事实上当天晚上也是由台北市的中正义分局 他们来知情 我们那天只有带着布条 那非常和平的站在总统府前面 也没有阻碍到交通 也没有阻碍到马路 那只是在那边表达我们的诉求 据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认为马英九这样一化 必须要为9月政争所引起的所有的纷扰 来去负政治责任 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 中正义分局的局长方晓宁先生就下令 政报警察以非常粗暴的手段把我们拖到了保安警察的车子当中 然后把我们载到野外去丢包 那相对而言张安乐先生那一天他们在中校东路跟镇江路口 事实上是用非常不堪的词汇在叫骂 在现场非常和平理性静坐抗议的学生 那同时他们也带了非常多相当大的群众 有宣传车在宣传车上面有非常高的音量 用非常不甘的言语在那边高声的叫骂 那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是 他们那一次的集会 事实上也没有申请任何的许可 但是对于他们甚至有把同学拖到他们的队伍当中 事实上有采取一些比较暴力的行动 警方在现场都有在执行 但是对于同样是由台北市中正义分局 方宏宁先生所率领的警队当中 对于张安乐先生这样的行为 事实上却采取一个纵容的态度 整整让他们在那边叫嚣了四个多小时 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作为 那从相对我之前跟各位所讲的 亲身的那个例子 相比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非常明显的两套标准 是 谢谢 好的 谢谢黄先生 那韩先生我们看到4月4号 就是上个礼拜五 环球时报对张安乐进行了专访 而且看出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那在这篇文章中 环球时报问说张安乐说 您反反服贸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么张安乐给出了两条理由 第一条就是说 他说一般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服贸 第二个理由就是说 两个职业的学生 就是他说是林非凡和陈维庭 说他们非法占有立法院已经15天了 那政府不驱离 所以我们要来做这个事情 您觉得这是他真正的理由吗 这个我觉得很难说 我自己觉得这个人本身背景很有意思 就是他过去很早以前参加组联邦 然后呢因为这个江南事件 在美国坐了10年了 因为是他坐牢是因为起诉他的罪名呢 是贩毒 参与贩毒活动 坐了10年了 然后呢回到这个亚洲 然后没办法又到中国去大陆的给他保护 你知道一个罪犯进入大陆是非常困难的 要是没有特殊的这个保护 没有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理由 那中共是不可能让他在那待了17年 那中共我觉得从我们对他一般的了解呢 他一般这种统战的做法 就是要任何能够加以利用的人 他们都会加以利用 那像他这种黑道上的人物呢 他肯定也会要加以利用 然后利用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法律机制 推动自己的这个政治这个议题 但是从他的这个这次采访的那个情况来看 我觉得他好像是主张的 他是比较一个有意思的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你看他讲话呢 一方面说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那并不是说就是要大陆就是中国 同时呢还有强调要红色 要是为了他之所以参与这个活动 是因为要为了台湾的利益 同时为了两岸的利益 当然就说实际上是双方的利益 是为了统一 他这种政治这个诉求 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 当然前面这个先生说到 因为是无罪推定 美国也是这样的 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呢 你只要在没有定罪之前 都可以参与之后活动 但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 如果是有任何的这个配道的背景 参政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会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弹 实际上是要帮倒忙的 我没有 没有先例吗 没有 过去也有先例 但是先例都是一个反弹 强烈的反弹 那么反而是帮倒忙 造成这些一个政客 政治家不能当选 或者是要出现很多这种问题 黄先生 那么我们看到 韩先生他是说这个 要是在美国的话 有黑道势力去参选的话 就会帮倒忙 那么您根据您的观察 在台湾是这样子吗 黄先生 事实上张恩乐 事实上张恩乐先生 那天来抗议学生的行为 从结论上面来讲 如果他想要帮助的是中共 或者是想要帮助的是 马英九先生要解围的话 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看 他的确是帮得倒忙 那为什么说要帮得倒忙呢 因为除了他那天用非常 低俗 非常不堪 非常恶劣的语言 来对于学生叫骂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情 是说张恩乐先生 事实上来抗议的时候 他根本搞错了抗议的对象 他也根本搞错了抗议的诉求 我们一般在 在进行和平的示威 游行抗议的时候 我们抗议的对象 通常是掌握有权力的政府 从来没有听过 黑道向弱势的学生抗议 这么荒谬的一个场景出现 那第二个部分 是他要去抗议的 他也搞不清楚学生真正的诉求 学生真正的诉求是在台湾必须要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 来决定要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签署所谓的服务贸易协定 而跟这件事情跟我们是不是赞成服务贸易 这件事情本身你必须要区别来看待 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台湾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自由民主保护人权 是我们台湾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基本价值 这个核心基本价值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退让 因此当我们的政府透过黑箱的程序 跟对岸签署了这个服务协议回来 在国会整个实质的审议程序当中 又被空洞化了 这个时候台湾的公民台湾的学生 当台湾的民主陷入危机 被逼到学来的角落 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 才奋力的这样一级来挽救台湾 已经陷于险境的民主 那张安乐先生显然或许 他是从来就没有民主概念 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待太久了 他已经忘了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人权 所以回到台湾了以后 即使他还没有定罪 才会出现这些光怪陆离 方向左摆的言行出现 所以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讲 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他的确是在帮到 好 谢谢果唱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首先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的电话 彭先生您好 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彭先生 主持人好 您好 我看到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 台湾的我看到一下 关于中国和台湾新的国贸易 大部分是有利台湾同胞的 这是我自己从年轻上的评价 大概分个四川 分成六十是有利台湾同胞 我们只在那里面确认 国贸易本身是非一样 就是方方的 多有亏 多有赢 应该是从这个观念上 对不对 还有他们这个台湾这个制度太民族了 现在在历会打架 这是个笑人 笑得我都不得了 我也是一个有资历的人 我的资历很深 谢谢四川的彭先生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 孔先生您好 孔先生 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是这样想的 喂 能吃到吗 您说 我是这样想的 白狼将来要当了台湾共产党的国际 并且执政了 他会不会像邓小平一样 把坛克开到立法院去呢 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太古老了 他在大陆待着的时候 在大陆生活的时候 享福的时候 是不是和周永康 国际来书记是一个党的 他这是在给习主席添乱 白狼是在帮助疏故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接下来接听一下 零下的高先生的电话 高先生您好 高先生您好 喂 您好 请您把音量调低好吗 白狼张爱乐 你好 你好 您说 就是这个白狼张爱乐 他当年还在美国不及败毒 而且还涉嫌 刺杀台湾著名作家江南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返想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实 反正这么一个什么 盖心坏事的人 结果现在还反对民主 帮中共盖坏事 本身就非常坏的 谢谢林下高先生 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安徽的余先生的电话 余先生您好 余先生 好的 余先生可能电话没有接上 韩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 观众刚才特别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说 如果白狼成为台湾的邓小平 我们会不会把坦克开到游行的群众之前面 我觉得他如果是真是黑道人物的话 而且还继续参与黑社会的这些一个运作 我想那这种可能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我觉得前面还有一位先生提到 就是说这个富贸协议本身是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个我相信 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条例 对台湾的确是有很多好处 放了很多力 但是它背后有它的政治动机 另外呢 我刚才台湾的这位嘉宾谈到 就是说台湾民主制度出现危机 不过我倒是还是有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因为这个行政协议本身 它已经有一套程序了 这套程序据说还是在民进党 蔡英文在议会的时候来主持制定的 那么这套意识程序 是不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 因为已经有一套民主机制 不管是今后蔡英文上台 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继续执政 那么都面临跟中共怎么样处理 跟大陆的关系问题 那我认为台湾民主并没有到危机的阶段 既是一个富贸协议 我觉得并不能导致台湾的民主制度 没有那么脆弱 但是我觉得中共的政治动机 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在经济上控制台湾的未来 学生我觉得这是处理 我觉得双方都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一个表现民主制度的一个成熟 从马政府来看 我觉得没有采取一个极端的暴力的做法 学生有力有力有节 和平理性非暴力 同时建好就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同时给大陆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黄国昌 国昌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现在已经公布了 学生在星期四就会退场了 那这个退场真正的 你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退场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受到这个黑道的威胁 是不是有让学生在某些程度上有担忧 说是不是应该不要成为这个黑道注目的焦点呢 国昌 我想从最后的结果论上面来讲 我大概可以很负责任跟各位说明 受到所谓黑道的威胁 对于同学们坚定的行动 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的认知体系当中 只有内心真正脆弱的人 才会有必要透过的暴力行动 来表达他的诉求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今天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我们开大门走大路 完全不会畏惧黑道 更不会因为他那些荒谬的举动 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 我可能简单的回应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台湾民主遭受到危机 在台湾的民主机制当中 我们是没有可能允许 我们的行政部门 事前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 去签了一个协议回来以后 在国会审议根本没有进行实质审议的过程当中 因为单纯过了 把它视为完成审查 也就是说 马英九政府他出去签了一个协议 前面没有得到授权 后面也没有得到国会实际上面的同意 甚至没有去征询民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要让福茂协议生效 从台湾今天民主的水准来看 是一件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被我们接受的事情 那这也是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说 因为台湾的民主陷入了危机 所以学生们以及青年们 台湾的公民们才发出这样子奋力的一级 那至于说星期四 事实上我们虽然离开了国会议场 但是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完成 包括了有关于两岸协议监督机制 法制化立法的工作 以及在立法工作完成以后 两岸的协议 我们到底应该要透过什么样一个 法制化的程序来进行民主审议 来进行国会监督 来进行公民参与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多的青年学子 更多的公民 更多的团体 大家共同参与这个程序 去把这个法制化的机制能够完备化 让我们未来在签两岸协议的时候 有一个民主透明的机制可以遵循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 必须要继续努力的目标 所以国商我想继续再问你 就是说虽然现在要退场了 你刚才也说到说 有很多要继续推动的一些的行动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一旦把这个 学生的权利 这个议场重新交回给立委之后 假使说一样的国民党跟民党 一样是固态赴盟 那么一样的这样子的政党协商 还有一些比较黑箱的 不禁不禁这个大家满意的一个作为 再度出现的话 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是有可能再度上街 或者有可能再度在进立法院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 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 我想这一次的行动 某个程度上已经逼着 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都体认到了 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的必要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经有效的改正了 我们之前国民党的立院党团 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的错误 那接下来呢 是在这一次的教训之后 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最起码 我们的国会已经承诺 在礼拜五的时候必须要将两岸协议监督的相关法案 交付委员会进行实质的审查 当然我们今天离开议场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关心这些议题 我们必须要深入台湾各个角落 跟我们的公民 跟我们的学生进一步的对话 争取理念的支持 那也就是只有透过这样子的行动 当下一次台湾的民主遭受到威胁 他们如果再透过违反民主程序的方式 想要强行过关进行黑箱福报协议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 而且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力量会不足够的情况 是 谢谢国商 好 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韩先生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您觉得您预测张安乐 以及他创立的这个中华统一党 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福贸协议 产生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 大家这个媒体信息的自由 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的了解 我觉得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一个影响 那么只会产生一些反弹 好 那我们感谢这个今天韩联潮博士 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学研究所 副研究院黄国昌先生 参加太阳化学院的话题讨论 稍后来我们第二个话题将讨论的是 中国在世贸的官司一输一赢 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 欢迎继续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3. 4. 4. 我们要先来谈一下这个稀土案 我想请教一下梅兴玉博士 您觉得这个稀土案败诉 对中国的这个稀土行业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稀土案目前这个败诉的情况 它我觉得对中国目前的出口来说 带来的影响真不会太大 因为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稀土出口配额 它是配额是供不应求的话 那么这个裁定最后如果中裁败诉了 这对我们的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它现在的情况呢 跟几年前的情况市场行情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是稀土的出口配额 没有用完 本身没有用完 所以它这个稀土案 即使最后中裁我们败诉了 对我们当前的出口来说 它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的 当前的眼前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但是从长期来说 它对我们稀土如果最后这个案子 中裁最后败诉了的话 那么它对于我们 整国内的整个稀土市场产业组织结构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原来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稀土这个行业 它产品的那个贸易的管制 它这个管理 它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环节 通过那个发放出口配额 的这种方式来管理 但是在如果世贸组织的 我们在上诉之后 有最后中裁是败诉了 那么我们不太能够用 那个出口税啊 或者说是那个出口配额的 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会促进我们方面 在国内的稀土资源的整合方面 进一步加大力量 这样的话 所以说它从长期来看 会对我们国内的 稀土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 还会进一步推动 我们的稀土产业企业 它加大力度 在海外拍展直接投资 去取得增加 增加自己掌握的资源 去增强自己在世界 整个稀土资源的供给上面的控制力 好的 梅西宇博士 我们先把您的发言截断到这里 我们让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韩先生我们看到 就是昨天 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中国稀土败诉 敲锦中 他说是某国借公平谋私利 那么在这文章中呢 他说是中国呢 就是某国 仅仅着眼于自己的经济利益 而忽视他国的环境代价 您觉得这个稀土之争的这个要害 是不是在这里 我觉得不是 因为刚才这个梅先生说得很清楚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影响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因为这个供求关系已经既定了 然后中国的这个出口定额 并没有满足 所以没有达到这个 并没有用完 没有用完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这个军报的这种讲法呢 只是完全是宣传的这个意味 但是呢中国就如果是这边上述 刘四天之内上述不成功 那么所谓的中裁 如果还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顶多美国能采取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要进行制裁 中国不改变这个做法 那可以制裁 制裁呢也是跟他的受到损害 相关的一种制裁 所以那种东西 我觉得中国在有合理的时间之内 很快就会做出一些调整 刚才梅先生说得很清楚 他们要做一个整合 这个调整 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反 对于中国的稀土工业 是一个好一个机遇 是一个整合 中国的这个稀土工业 你知道很多私人开采 很多环境破坏 造成的非常非常大影响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遇 对他们来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讲法 军报的讲法是不准确的 那我想请 谢谢请张先生 我们知道说其实稀土它是这个 很多的工业化国家 非常需要的一个原料 那我们知道之前 在这个钓鱼岛�纷的时候 这个中国也曾经 限制了对日本的这个出口 导致了日本一些反弹 所以如果说这个WTO这样判决 会不会对中国把它使用 作为一种战略上的一种做法的 有所限制呢 会有的 但是就是中国过去 在2011年就把稀土作为一个战略的物资来进行管理 那么在之前跟日本发生这个纠纷 像你说的 它实际上采取不仅仅是说这个制度 贸易制度贸易规则上面的改变 同时呢 它采取一种行政的做法 行政的做法是美国是这个世贸组织不能规范的 所以这个可能今后啊 中国可能会更多的运用不同的做法 来阻碍这个就是说不执行 世贸组织的这个裁决 这种都可能存在 我觉得中国已经把它当作一个战略和外交 政治的一个工具来运用 美国呢相反不会 它纯粹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出发的 因为美国呢也是一个这个稀土这个大国 那么它差不多占13%的这个储存量 美国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就终止最后终止了一个一个这个矿山 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稀土太便宜 然后还有环境的影响 但是因为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物资来处理的时候 美国突然发现这个出现一个危机 那么现在美国呢也通过美国国会啊 通过制定政策呢 重新开采这个矿子 稀土矿物 那么在美国基本上是一年时间就可以很快的恢复生产 所以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对日本对东西欧国家欧洲 欧洲可能会造成一些个问题 那梅清宇博士您在商务部工作 那么您有没有什么内线的消息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中国就这个稀土案会不会上诉呢 梅清宇先生 我个人认为中国对稀土案的败诉之后 它肯定是上诉 不管是遇到什么案子的话 没有哪一个的国家的话 它不会争取按照自己的方向 那您觉得上诉有用吗 对 上诉有没有用您觉得 上诉的话 它至少 第一个的话 它从中国在此前 世贸组织的争端的案子里面 它实践的结果来看 经过再次上诉 多办中裁最后的裁定 即使是仍然败诉 但是也会比出裁 更多的考虑中方的诉求一些 更多的考虑一些中方的诉求 当然如果能够翻盘 那是更好 不能翻盘的话 即使不能翻盘 也能够让我们的诉求 考虑的更多一些 而且能够为我们 调整 是多争取一些时间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在西土的案子 它外界和美欧方面 把这个谈的很多 但是有些 我觉得谈的有些过分 第一个西土这个案子的话 它的贸易额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 第一大做个国的 西土 它占中国的出口 和额的分量是非常少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西土案的败诉 它同时也向美国 胜诉的美国方面 提出了一个挑战 就是说 按照世贸组织裁定 中国败诉的同样的逻辑 那么中国可以起诉 美国的天然气出口管制政策 它违反世贸主席规则 而这样美国天然气贸易 出口管制 它的规模 可比西土的贸易的规模 要大多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也要高兴得太早 好的 韩先生有回应吗 我觉得上诉 一般来讲 上诉的法庭 它主要是审查法律原则问题 不对委员会的 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做出审查 所以一般来说 是不会改变 没有翻盘的机会 对 机会很少 因为从2009年以来 美国 欧盟和墨西哥 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原材料的出口限制 九种原材料 进行过这个裁决 世贸组织进行裁决 基本上都是不利于中国的裁决 就是说这是一个 比较一致的一个做法 另外刚才明天提到 天然气的问题 天然气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是翻出来的话 等于是我们再打开一个 另外一个 话题讨论 Pandora Box 就是那种 Pandora盒子 因为这个问题 是有它的历史问题 因为以前在70多年前 官贸总协定 进行谈判的时候 并没有把能源 作为一个问题 因为能源在当时 是非常小的一个部门 能源气 这个价格 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跟不足以提的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 事情 那么现在呢 它发展很快 过去的 在 从在肯尼迪回合之前 基本上没有 这个任何的讨论 在乌拉圭谈判的时候 乌拉圭回合的时候呢 成员国 对能源部门 进行了讨论 对这个双重价格 和这个出口限制 进行讨论 但是没有做出结论 因为它这个 有个很特殊的原因 在当时 所有的油气 都是被国家垄断的 美国当时 是一个例外 你看在中国 所有的东西 都是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国企 来垄断这个行业 如果是真正打开 这个盒子 那么我们设计到的问题 可能会更多 并不仅仅是陷于一个 出口限制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来说 对美国是一个挑战 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 对世贸组织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对大家都是一个挑战 它变了一个 完全一个新的领域 美国现在 也正在这个 争论 辩论 是不是应该要取消 这个出口限制 还是不取消 国会的也有法律 在讨论过程之中 我觉得在未来几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好的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 只有大概六分多钟的时间 我们来简单地探讨一下 这个双反案 就是反倾销跟反补贴 那么首先我们想请 梅兴玉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为什么中国 重视这个双反案呢 梅博士 梅博士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 我们现在要进行 这个双反案的讨论 声音有点小 声音有点小 我们现在要简单地 讨论一下这个双反案 就是这个反倾销跟反补贴 那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中国重视这个双反案呢 就是说那个什么 事贸组织在发出专家组报告 就是裁定我们 输入那个美国观察法 修订案 事贸政党案 美国 对我们同时反倾销 反补贴 违反世贸措施 那个 违反世贸规则 的那个案 是吧 是不是这个案子 是对的 是的 你觉得中国为什么重视这个案子呢 它是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它这个案子 我个人认为 对于我们来说 它是一项比较重大的胜利 这种胜利 它一方面 对于我们设案的中国产业来说 它利益比较大 设案的产业 它包括太阳的电池板 轮胎 无缝钢管 约钢管等等产品 年事项章额超过72亿美元 如果对于我们 一个是产业来说 如果它从事遭受 反倾销和反补贴 两项重罪 不管我们的企业生产效率 怎么高 也不可能在美国 这个重要市场上面 不同 继续保持竞争力 而且美国 它对我们 在对华经贸政端当中的指控 很多是不顾事实 信口开河 硬伤累累 对我们的双反税收 常常让我直说 就是有横针暴廉的 那种色彩 动不动就是说 超过百分之百的 那次税率 有些那个指控 有些指控 是我们N多年前 已经取消的 有些指控 那是完全是那个 完全实话说 就是扯淡 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它现在呢 世贸组织专家组 它裁定美国商务部 它在06年到12年间 对中国发起了 25起反倾销反补贴案子 没有能进行 避免双存救济的 所有条件 违反世贸规则 等于说 美国对华反补贴以来 基本上全部双反案件 全部违规 日后也不能重犯 这对于我们企业 在美国市场上面的 公平待遇 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因为美国 它对二战之后 国际贸易规则 发展演变的 影响力最大 那么美中国此案申诉 也意味着中国出口 未来在其他市场 遭受双重救济 不公正重法的风险 大大降低 而接近消除了 这是这样的 好 谢谢梅博士 韩先生 您觉得中国在这个 双反案中 是不是大获全胜呢 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中国媒体都是在强调 中国大获全胜 但是美方的媒体 你看美国的媒体 都是说 中国在一天之内 连续两次失利 在WTO裁决中失利 这个本来就是 中国挑战的是 美国的 11299公共法 就是这个公贸 官贸 写定税法 但是他挑战是这个法律 但是呢 世贸委员会拒绝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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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说这是违反 这个世贸规定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中国对 所谓的 双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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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子啊 它的这个 申诉呢 是居于 19 2012年以前的 那个 五六年之间的 那个案子 是因为 美国已经在 2012年 3月13号以后 没有这样做了 就是说美国在 两年前就已经停止 这样的一个 双反的 这样的一个 做法 那世贸委员会的 决定的 就是说 你中国 作为一个 非 这个 这个经济实体 那么对美国进行 请销进行这个 这个补贴 是违反规定的 美国 可以采取 制裁 可以采取这个 反请销 反补贴的 做法 但是呢 你只能 惩罚它一次 你不能惩罚两次 而且这是 自以前而言 不是指今后 因为今后 美国已经改变了 这个法律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 实际上中国是失败的 而不是成功的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说 对以前的 过去的那个做法 世贸进行的否决 你不能双重的 来惩罚一个 一个国家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精神胜利吧 那您觉得就是 因为按照WTO的规则 中国在2016年以后 就是这个市场国家 那您觉得 这个规则到那时候 会怎么样运作呢 这个 这个我想呢 这个即使 因为中国成为 中国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90多个国家 承认中国是这个经济 市场国家 这是他们双边的 但是呢 它这个总的 这个市场的总和 这个份额啊 相对来偏少 因为美国 欧盟和印度 日本都不承认 那么这个量 就是实际上很大的 那么今后呢 美国在技术上 和这个法律上 还要做很多修改 才能真正的承认 这个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在2016年以后才能进行 真正全面的实施 可能要在2018年 或者19年 甚至2020年的时候 才能进行 中国还会面临 很多的很多的挑战 好我们最后 只有大概25秒的时间 请梅兴玉博士 来给我们就这个话题 做一个总结好吗 25秒的时间 什么 梅先生 请您 请您很简短的 就这个话题 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就在这做 在这做一个总结 对于这个双反的 这个案子 刚才我听了一下 韩先生 他讲的 因为说 这种同时 遭受双重救济 不攻准重罚的 这种风险 并不像韩先生 刚才所说的那样 从2012年之后就没有了 而是现在还在进行 去年我们前三季度 外国对华启动的 8起反补贴调查里面 就有6起是 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进行 现在也基本上 外国对华反补贴案 也大多数都是 仍然都是与反倾销合并进行的 好 梅博士 对不起 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 对不起 我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 对不起 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 客座研究员 海连潮博士 以及中国商务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 梅兴玉博士呢 参加中国与世贸组织的话题讨论 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美式民主栏目 今天要为您介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与新闻自由的第三集 知道在美国的现化保护之下呢 新闻还有出版自由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呢 美国历史上一则传奇性的经典案例给出了答案 一本著名的色情杂志 恶搞一位基督教的位导士 细访他将出业给了自己的母亲 而这个报道呢 被告到最高法院室大法官却驳回了 被告应该缴纳的罚金 依据是新闻自由 我们一起来谈解一下 当媒体也成为社会传播 最重要的环节 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受到宪法保护 美国媒体有充分的报道自由 有时他甚至敢于挑战 美国社会的容忍度 拉里·弗林特经营着庞大的色情王国 主要出产滑稽讽刺 辛辣大胆的报道 不断试探着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底线 1983年 他旗下的色情杂志《皮条客》 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 恶搞起著名的基督教牧师 杰里·法尔沃 法尔沃曾率先以电视不道的方式 宣扬基督教 并将美国宗教保守派带入了政治版图 协助里根竞选总统 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中影响力极大 《皮条客》下流的嘲弄激怒了这位道德卫士 有人把杂志拿给法尔沃看 他显然感到很沮丧 他做了两件事 首先他可以利用这件事筹集资金 实际上他将这篇文章印了数万份 发给他的联系人 并说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他因此募到了钱 其次他决定起诉 法尔沃发出了三项指控 第一项是诽谤 法尔沃说 《皮条客》杂志对他的滑稽模仿 不符合事实 并且是存有恶意的 第二项是 《皮条客》杂志未经法尔沃同意 就使用他的名义 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这项起诉 转到陪审团手里前 就被法官驳回了 第三项起诉是精神伤害 陪审团驳回了诽谤指控 《皮条客》杂志没有触犯诽谤罪 因为这只是滑稽模仿 是个玩笑 但是他们认定法尔沃 受到了精神伤害 派给他十万美元的 补偿性赔款 和十万美元的 惩罚性赔款 弗林特不服 一路上告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 弗林特的律师 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 打这场官司 那就是 凡尔沃并不是普通人 法尔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公众人物 他曾公开抨击色情业 这一次 色情行业只是予以回击 那他开玩笑 如果你是公众人物 你就必须容忍玩笑 美国一直有 以政治漫画 嘲弄公共人物 或政客的传统 在华盛顿时代 就有人在漫画中 把总统画成一头驴 鉴于这个传统 最高法院 最终以八票对零票 同意撤销 使法尔沃 获得二十万美元 赔偿的判罚 这起案件有意思的地方是 法尔沃和弗林特都相信 他们在试图维护 美国的价值观 法尔沃认为 言论自由是好事 但是需要界限 以阻止不道德的行为 但弗林特则认为 他在试探言论自由的底线 扩大公众表达的空间 尽管立场迥异 打完官司后 法尔沃与弗林特 却出人意料地成了好朋友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 两人上演了一出好戏 他们会到大学校园中辩论 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一天 其中一人的飞机坏了 弗林特就对法尔沃说 坐我的飞机回林吃饱吧 在飞机上 他们发现 他们同样爱好运动 同样喜欢某一种食物 自那以后 法尔沃每次到罗山基 都会去拜访他的朋友弗林特 几年前他生病的时候 最新收到的慰问信 是来自杰西杰克逊 泰德肯尼迪 拉里弗林特 这些跟他正见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爱戴他 他也爱戴他们 他们都是好朋友 赢了这场官司后 弗林特和他的杂志 再未受到过诽谤指控 美国媒体又一次 成功捍卫了新闻自由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 公众表达没有界限 比如未经邻居同意 你不能在人家的墙上 大书特书自己的想法 也不能再拥挤的剧院 大叫起火了 事实上 言论自由 与其他个人权力之间的冲突 也从未停止过 既要确保言论的通畅 又要保障自由不被滥用 正是在一次一次的冲撞与博弈中 言论自由的界限才逐渐明确 自由与法治得以和谐共存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继续关注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欢迎您准时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 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黄亦 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by bwd6